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单腿站立的他居然能小胜 沙子煤炭做的画也能卖钱 想要知道冰封的冬季有哪些有趣的故事 请收看本期乡土 一起到这里过冬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西北则载羊来代客 腊月里来迎新年系列节目 到五个地方看不同的风土人情 天气越冷越要往冷地去 这样才够过眼 才能真切感受冬季严寒带来的乐趣 这不我们刚一来到银川 就被一种浓郁的香味吸引 零下时来摄氏度 也阻挡不了我们寻香的步伐 果泥酵花鸡 一养九吃法 吃了酵花鸡 就能变得大福大贵 真的是这样吗 咱们细一下好不好 来 第二份 得砸很多下才能砸开啊 看来想吃鸡还是不容易的 好香啊 细植这个色 出来有泥土的香味 还有这个荷叶的香味 然后最后就是鸡的香味了 这用大刚微熟的鸡肉 入口酥烂 唇齿流香 让人特别享受这份鲜香 五师傅父子俩 也因着酵花鸡 在当地声明远播 不油不腻是有道理的 油腻的东西 全让你把它吃掉了 还有我们特制的香料 32种香料 32种啊 品尝之后 正好赶上他们制作酵花鸡 我们去搭把手 还能看看这酵花鸡 如此喷香的秘密 到底在哪儿 一腌 就是先要腌制是吗 二呢 二包 包 包是它是荷叶 还有那个细脂 然后一包 三糊 一栋泥巴一糊 泥巴一糊 然后这是四烤 所以我今天啊 就打算要把您的这个绝花 要学回家去 可以的 可以的 那这样已经去掉了 全部都拿掉了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鸡腿剁掉 这个鸡腿有时候包的时候 它不好包 这个鸡的味道 现在都在我心里装的 我以为有时候 我们跟你不能告诉 告诉你去跟我学走了 所以说 大叔您这太小气了 要大方一点 这是蜜川 香料能入味去腥 但是多了会抢走荷叶的清香 所以香料的分量要把握好 虽说这绞花鸡是江南名吃 但是爱钻研的五师傅 把这项手艺学来 让它落后到了银川 干的嘛 就是说是累了水泡一下 里外都得有这个调味的 你说你每次都要给这个鸡按摩呀 对 你看 必须要这样揉搓一下 要不然它这个味道进不去 对 对 吃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可口了 对 对 对 鸡被里三层外三层 裹得严严实实后 就要抹泥了 泥是好泥 国法更讲究 厚了熟不透 薄了会跑糊 所以抹泥要均匀 要选干净的地方 就是说一点杂质都不能带 对 它必须是特别细腻 特别干净的这种方法 对 对 对 做一只浇花鸡得用多少泥巴呢 两斤 两斤到三斤这样的 好重啊 拿不动了 确实是个力气活 这个完全不合格是吧 对 完全不合格 有的地方特别薄 然后有的地方特别厚 这样烤出来这个鸡肉 可能有的地方就糊掉了 然后有的地方还没熟呢 对 一只鸡被荷叶和泥巴裹好之后 平平来到这里拍摄影视剧 多次获国际国内大奖 来银川 不尝尝这儿的宁夏滩羊 怎么说得过去 作为宁夏五宝之一 这里的羊肉肉质细嫩鲜美不腥 而且这一只羊足有九种吃法 要不怎么叫九品全羊烟呢 咱羊腿是来蒸是吗 对 为什么不烤呢 羊腿呢 因为它肉质瘦肉比较多 脂肪风不均荣 这样出来口感会更酥烂 刀要随着这个骨头要走 考虑到这个刀口的生前 容易入味 特别香 这里面大概有多少种 18种 第一最重要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任何一种香料 它所发挥的 在羊肉上发生作用不同 对对对 就是吃这个羊肉 蒸羊肉 蒸蒸日上 蒸蒸日上 非常的吉利 那这个羊背怎么吃 用来烤 这块的肉质烤出来比较酥 口感比较香一点 肥瘦相间 吃羊背 快乐加背 快乐加背 每一个部位都有一个说法 吃羊肉有一个讲究 羊吃了一排鸡吃皮 这是最棒的位置 保持在200度 200度 200度算是文火了 对 大概烤多少时间 在一个小时 二十分钟的时候 它有一个商量入味的过程 那个时候在那个商量是吗 对在那个时候 我会取出来再上 因为宁夏有大片的天然牧场 牧草矿物含量丰富 再加上滩羊饮用水矿化度高 水质偏碱性 所以有人说滩羊吃的是中草药 喝的是矿泉水 滩羊除了蒸和烤 还有更独特的烹饪方式 羊肚 羊肚这个呢 羊头肉 这是面肺 就是肺是吗 肺子 肺个是肝是吗 腥和肝 用骨汤要去烩它 是一个汤烩的形式 就像我们吃那个 烩肉泡馍这种感觉一样 羊蹄这个呢 我们一般都是做一些卤制 或者爆炒 它的胶质比较硬一点 相对来说 煮加工时间要长一点 对 含的胶原蛋白特别的多 对对对 它胶质比较厚 所以就是说吃了内容养盐 最让人眼前一亮的 就是冰煮羊脖的吃法了 新鲜的羊肉和冰块接触 肉质会收缩 而后随着加热又会涨开 这样一冷一热 羊肉口感会更加爽滑 煮的时间长 肉质也不会老 羊头做起来也更加烤旧 美观是首要的 所以要鲜美容 有这个红韵当头的寓意 红韵当头 细毛呀什么都去干净 去透了 把它洗掉 完以后再卤制 冬天吃羊肉对身体特别的好 羊肉它本身是一个温补的食材 这个徐师傅 他是完全按照这个 肋排的这个缝隙在走刀 所以就真有一种 头丁解牛 一羊久吃 大家可以掰着指头数一下 到底是不是九样呢 烤羊背 蒸羊腿 烹羊头 会羊杂 闷羊肚 蒜羊脖 蒸羊肠 爆羊蹄 还有那玉羊面 每一样都特别美味 摔跤未滑雪 绝活身体棒 品完了美食 就得来活动筋骨了 冰封的季节 束缚不了人们的手脚 这一张张快乐红润的脸庞 洋溢着生命的激情 在冰雪上玩 很多人摔得五花八门 哭笑不得 要想象教练们一样身轻如燕 敏捷帅气 不摔跤是学不会的 这一望无银的冰面 在夏天可是湿地 每到春季 数十万只候鸟 在此繁衍 这越海国家湿地公园 可以说是银川的城市绿沸 夏天游湖 冬天滑雪 独特的地域 孕育了独特的休闲健身方式 看毛毛已经全副武装 准备开始摔 不 准备开始滑雪了 用力 用力 放 放 我先用力踩 好 我们现在已经穿上雪板了 我们双板要像 A字写英文字母A一样打开 就是咱们通常说的内八字 内八字 对的 双板呈A字先打开 我们全关 就是说中间得有距离才行 对对对 然后我们班尾打开了 三十到四十公分 我们现在是可以的 就相当于我现在 是一个正确的姿势 对 标准的 然后屈膝 屈膝 膝膝膝微躯 打开一百二十度左右 一百二十度 一百二十度 寒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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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拿血脏在身体两侧 感觉要往前倒了是吗 对对 雪板呈内八字 对于初学者来说很别扭 但是这样能让雪板与雪面 产生阻力 手握血杖 可以帮助平衡身体 膝盖弯曲 上半身微微前倾 都能降低重心 刚学了点皮毛 毛毛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小试牛刀了 好僵啊 不行 先给灯 先给灯板子 非常好 大家的动作非常好 来 再灯板子 先给灯板子 这样 对 再灯一点 再大一遍好 好 好 再大一遍好 救命 反应还在灯节吧 没想到自己滑 比别人滑更狼狈 手脚都不听使唤 只能安慰自己 勇者摔 勇者胜了 最后能滑得漂亮的人 都是敢于摔跤 不怕摔跤的人 我居然站住了 那个风在耳边呼呼地刮着 然后感觉那个雪在脚下延伸 感觉有一种这种激情的这种 快乐是吧 很快乐 很享受的这种感觉 是吧 是的 是的 在这冰天雪地中 还有这些比滑雪更敢于挑战的人 看 师傅在寒风中拿着鱼杆 就来冰钓了 您估计哪块鱼多一些 水深一点 有水草的地方 你看有气泡 有气泡 它通气性能相当好的地方 鱼群都比较多 看来师傅很有经验 冬天水温低 鱼儿反应迟钝 警惕性低 所以能钓到鱼的几率还是有的 但是今天风太大 温度比前几天低很多 师傅说 他心里也没底儿 好香啊 这是四五种 四五种都是鱼人爱吃的是吗 对 你看我们要放大招了 在这么凛冽的寒风里面 然后在这么冷的这个冰面上 会有乐趣吗您觉得 有啊 有什么乐趣 它你要说是钓上鱼了 这就手感特别好 就高兴了 特别有成就感什么 因为克服了这么大的这个挑战 左等右等 人都冻僵了 连片鱼鳞也没见着 虽说师傅像吃了定心丸 执意要钓下去 但是毛毛有些扛不住了 时间流逝得太可惜 不如到别的钓友那儿 讨点经验吧 说着冰钓 一诱二香三豆 鱼不吃钩 就得时不时提提线 才能引诱鱼儿 功夫到了 鱼儿就上门了 师傅有技巧 滑雪和冰钓都能让人自得其乐 接下来的这种绝技 却能考验人的意志 好厉害啊 你自己能感受到疼吗 感受不到 感受不到 但是我们在上面看的 觉得你实在是 它始终要有一股气在里面 一旦气松了 肯定也不行 最长时间能憋多长时间 四十多秒吧 四十多秒 对对对 刚才大概有 十秒左右 就说你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 对那没有 练成的话花了几年的时间 五六年 五六年 对对对 练习用气 练习这个身体的这个承受能力 我们都为教练捏了把汗 不过从小习武 才练就了这一身硬功夫 这银川人的武术 融合了行义 八卦 太极 少林 武当等各个流派 尤其以枪 棍 九级鞭等剑长 刚进勇猛 灵活多变 进攻主动 防守严密 来我们看一下 刚才就明明是两个钢板 现在就断成了好几片 有没有受伤 疼不疼啊 不疼 真的不疼吗 正不疼 它是运的 主要是运的气 如果把自己的气提起来 我看他刚才前面 就是把这个气整个就 顶到这个上面来了 咱们有一句话叫 内练一口气 是吧 外练筋骨皮 对 你练这个练了多久了 有六年了 六年才有这个功夫是吗 那你爸爸妈妈知道 你那个头能断钢板的话 心不心疼 会给我鼓励鼓励 心疼归心疼 但是最终还是很支持 对 没有几十年的磨练 就没有这绝技真功 所以轻易不要模仿 如今 练武成了强筋撞骨 延年益寿的好方法 既然来了 就学两招 空闲的时候还能练练 不花钱还能养生 十几分钟能站是吗 我觉得我可能 站十秒钟就不行了 谁脚先落地谁输好不好 来 预备 开始 先起脚 来 对 慢慢往上放 计时了啊 他学下来 他学下来 我认识他站过你了 你刚才怎么了 你刚才怎么了 没站住啊 你刚才怎么没站住 然后突然腿掉下去了 为什么腿掉下去了 因为 腿已经没练了 太紧张了是不是 你练功几年了 我练功四年了 四年了 今年多大 十岁 十岁 从六岁就开始变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很棒 沙子画瓶里 煤炭成宝贝 看毛毛专心致志地 在和老师学着什么 已经不是一只骆驼了 这已经画为一座山丘了 他这又是被什么吸引了 来银川吃也吃了 玩也玩了 他想做一样 能带走的艺术纪念品 我们老师的骆驼 线条优美 然后敬畏分明 是不是 然后再看看我的骆驼 第一次做很不错 但是我觉得很呆萌 是不是 是 就是骨骼 骨骼特别的大 是一只很健壮的骆驼 看着很狂野的是吧 是一只野骆驼 对 是野骆驼 虽说毛毛做出来的图案 似马非马 似骆驼非骆驼 但是不体验 哪知道制作的难度 和挑战的乐趣呢 这种在瓶子里面 用沙子做画 是不是和一些地方的内画 有意趣同工之妙呢 据说 这沙瓶画最早 是阿拉伯游牧部落的 民间艺术品 常年生活在沙漠里的人们 利用沙子的可塑性 在瓶子里堆出五彩斑斓的奇妙景色 看到它让人随时都能回忆 大自然的迷人魅力 把这个肚子这个地方 修得稍微圆润一点 然后咱们现在要做它的腿 把它扎下去 一只腿 两只腿 其实不光要掌握这个沙的流速 而且还得根据这个瓶子的弧度 对 来确定这个图案 然后咱们现在做一个尾巴 没有丰富的想象力 是做不好沙瓶画的 沙子慢慢从指缝间流入瓶子 仿佛在告诉我们 一个动人的故事 一段优远的历史 而这漏斗的掌握决定了细节的成败 在它的勾勒下 骆驼 蓝天 白云 只要你能想象的美好画面 都能自如表现出来 等沙子灌到瓶口时 用工具压瓷尸了 再用胶泥封死 这样瓶内的画才能固定 永不变形 有趣独特的沙瓶画完成了 美好的记忆 也定格在了瓶子里 在银川 能和沙瓶画媲美的 还有一样 好能杂啊 是不是 孙老师 是 它有菱形面 你光一照的话 它有那种碎碎的 对 很漂亮 我第一次发现 这个煤炭还这么好看 它还这样泛着光呢 不光是它这个质地好 而且它能用来做画 这泰西煤也是宁夏 五宝之一的黑宝 从父辈起就和煤打交道 生长在矿区 煤成了孙老师 儿时最好的玩具 从在煤块上刻字 画小动物 到现在用煤粉来做画 造型 雕刻 描绘 上色 装表等 虽然工序复杂 但是能让煤雕和贺兰山 也化结合起来 他说还真挺有成就感的 我就把这个王冠 给它改成了一种 生疼的一种生疼感 然后眼睛还基本上 跟原来的这个一样 所以说你不能把它 变得太多了 你看 它在奔跑 但是你看我们原来的 这个太阳神 它是没有下面的 这个部分的是吧 但是您这个多了一个 下面的这个 下面的身体 关心雀跃 比如说你来了 欢迎你到这来做歌 来我们宁夏 贺兰山 一种很快乐的这种感觉 煤在很多人眼里 都是就是不起眼的 又脏 又黑 可是呢 我们把它修饰一成 一种完美的美好的东西 可是让人重新 对煤他的一个认识 我在认识他 他在认识我 我现在又回来 再重新的和他 一起在做这件事 历史悠久古朴的贺兰山 研画图腾 在孙老师这儿 就成了活泼有趣的 生活画符号 让我们觉得 更亲切 更有人情味 也许每一种艺术创造 都融入了作者 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理解 要传承 更要创新 怎么样 寒冬腊月 来到银川直吧 有让人念念不忘的 叫花鸡 全阳燕 还有越帅越快乐的滑雪 越练越暖和的武术 这充满铜绪的 沙瓶化和煤炭化 不光能带走 还能留住美好时光 这一切 是不是让人 来了不想走 走了还想来呢 寒冬腊月聚会忙 聚会上 他们忙着做什么 冬日的海港 平静而又祥和 很多渔船 为了过年做准备 扬帆远航 这一艘船 为什么只能在近海捕捞 这一网会有什么收获 24小时营业的海鲜市场 人头攒动 什么是聚会上必买的海鲜 餐桌上的美味 既是菜也是饭 单单一道面 就需要十几种食材 它究竟有什么门道 一天能卖上几百张的饼 它好吃的精髓在哪儿 下其乡土 走进浙江省台州市 感受当地温暖而又温馨的冬日聚会